是去火人节的就是这三台车 嗯,还有一辆七部车 这三台车也是租给别人去吗? 没有,一辆是租车,一辆脱挂的,就是我自己开的 你来了,我特地不打扫 嗯,就是很有现场 就是那边灰尘很厉害,沙尘爆很厉害 你看这车子是常无人主的 我看到了,就是他们说 火人节那边的沙子就是很细,很细 很细,很轻 你现在看到,就是我们是要把它封调 就是帮帮踢起来的,一封起来 对,你看到这个,进来,你们都进来看了 你看都,都是这样,拖转就不拖 这个车可能已经属于,比较好 把它清洗了一下,弄 那个防车,那机制防车火轮就回来 我们就是两个风水,一个空调 一个是发电都要去替,保养过的 就去更换,一个风沙很厉害 这些沙子都是进来的,洗洗白白的 那个平时看不到的,他的车子其实伤害是慢大的 我靠,看这个前面,前面全是灰 你现在看到的已经属于,他已经打扫过一次了 已经是属于不错了 这个是来自于新加坡可冷户这辆车 那么,你看火轮街这个自行车,我也是租给他的 哦,这件事是必须的 火轮街里面自行车是一个唯一的基本交通工具 基本交通,你也,如果你有残疾冷症 他是允许你开车到一些艺术品,因为那个沙漠很大 面积很大的,你骑车其实是很累的 嗯,是这样,我买了一个比较好的 因为他这个有个好处就是,你看他可以很放的 那个客人相当满意的 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封起的,这家车已经还没撕掉 嗯,就已经把它封起来了,是吧 这个沙城包一定要封的,很多人就是,他没经历过,想象不出这个沙城包 其实,这次我们去的檀院,后来其中有一天,沙城包很严重 那他们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情况 所以这辆车就是上次你新买的吗? 对,就是上次新买的 我跟你一起去 对,你跟我去的这辆车 这辆车,因为我在偷挂这件事情 我其实,我第一,我因为恐惧,那个偷挂车不是很了解 第二,我因为偷挂车 我说实在,不用过几十段,不但很熟练的 王浩尼那天,上面置的后 我们拖了这个250,他就用起来 就心里踏实一点,否则去火轮接弄 对,所以你能跟我讲一下 就是当时就是这个皮卡250 那个皮卡是你租的? 我从透露平台上租的,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水箱 这个水箱是,就是这个我们秒杀火轮接所有的人的 因为里面洗个招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们一天,每天都可以洗澡 甚至他们每天在洗头啊,洗小东西这样 这个是有秒杀子里面 里面呢,这个是这样的 里面这灰尘 这个还是有很多灰 这个很多灰的,对啊 这个东西,这个是我自己开,这个是床 就是可以住很多人,这种车 对,这个辆车是五个人 那么我们是背了很多东西的 就是因为我,因为去火轮接纪念是第七次 因为以前,特别前两年带过不少防车团 所以,其实我是,应该说有丰富的这个 在这个火轮接里面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 很有经验 很有经验,因为你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对,我当时看到你们,你不是出发之前 你说这个别人把你的这个,这个叫distribution hitch 给换掉了嘛,所以说你们装不上 嗯,所以你就租给上一个客人 然后那个客人把你换掉 后来你发了个图片 其实你是相当内行的 就是一发图片,他后来我看了他是给了我 那个铁链,铁链的 但后来我,我们也拖过去了 我觉得也没问题,后来就胆子也大了 因为就你一句话,250没问题嘛 因为我这方面,特别相信你,就是开过去 确实也没问题 对,所以你们做了这个250 然后他给了你一个多少加轮的水箱 这个水箱好像很大 呃,一共是差不多1000加轮的水 那1000加轮的话,这个就有点不合理 因为他每个加轮是8磅 那1000加轮就是难道8000磅 我们出来的时候,多了一点水把它放了 这很可惜,因为火轮接里面最重要的是水 很多人是,几乎是,他整个过程是8天嘛 就是,嗯,没法洗洗澡的 所以说你们有充足的水 我们充足的水 你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箱 只是给这一个房车用? 对,只是给一个房车 有些人说这个房车是,代表我们是几个好朋友 嗯,有些愈好的,他弄个水箱跟几个笼 就像19年的时候,我们是给10多个房车一起用的 那时候特地去洛杉西,特地住一个圆的水箱来的 哦,那这次我成熟一位这个五个人 当时也没想到,就是住皮卡这个 我在农庄园里,他田里面放了这两个水箱 因为我又这方面感染,所以眼睛一看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水箱能不能租给我 想不到这个农庄园,他很爽,他说不需要钱,你拿去用吧 嗯,拿去,但是我们也有一个缺陷 就是他一个水箱的口是很大的 跟我们的水管是不能对积的 我们临组的时候就没有买到这个配件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用了很多方法 我们这个水箱的水最终是要借到房车里面 对,有些人,但是火人机是一个原则 就地上不能有任何一点水的 因为不保持一个环保,不能水 所以说水是,我们当时在放的时候 有点水漏下来,那就那边的 就是专门有一种寻炉的人 就告诉我们这个水不能滴下来的 我说我知道,他也理解 所以我说我们就想很多方法 所以我存在着这个问题 但是至少我们的水是,我们每天可以洗澡 你这个水是怎么从水箱弄到这个房车的水箱里面 我们用软管从上面把它吸出来 那么后来这是第一次的方法 后来我们一天再一天再想这个方法 后来呢,就不是我买了一个款 口大雨太大了吗 没对击,最后我又帮半步把它咬紧 就把它封闭水,但是会漏水 漏水我用很大的水盆把它地上接住 就这样弄好的,最后是把这个水 就是大家两个人把它加到房车里面 我们后几天就是采用这个方法 我以前有朋友去问说,回轮机要带什么东西 我说三样东西 一个水,第二样水,第三样还是水 水是相当重要的,里面有的买冰的 他有商业行程,咱们很大一个货车开进来 给你们买冰,排队排了几个小时长长的一个 那么这个火轮机房车里面呢 那么有这么多的水箱 就水弄进去,你虽然水是可以 但是你还牵着到下面一个厨层 黑水跟灰水是带了两个另外的两个就是厨层 就是外界的水箱去 但是火轮机里面其实你是可以付费 它给你来排屋的 就是你要在等着它没有时间性的 就路过的你赶快走 它其实也可以给你加水的 房车的人特别多 今年火轮机的房车是明显增加 三分之二都是房车 因为这两年的疫情可能买了很多人买了房车 那么有了房车,因为火轮机还是 现在很多人还蛮感兴趣的 那他有了房车他就赶去了 在沙漠里面每天在100度左右 而且最主要最恐怖的还有沙漠暴 所以其实他是在比较恶劣的天气下生成的 里面是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任何东西的 所以你如果只开个小车打个帐篷 其实你是很辛苦的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没去 但是经验就不一样了 三分之二都是房车 因为火轮机是没有电的 他所有的电车通过发电机去处理的 对 每天就是这个东西就很纠结 就是每天发动机 但这个呢是如果在火轮机100度高的 他太热了 所以这个不仅仅是脱挂 是其他的所有的房车 就是每辆车都是发电机都是 就是过热 过热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停了 就你最需要电的时候是没有电了 代表我们他一般的气候是11点钟 天气就相当热了 那么热 那么你中午到下午更热 那他半夜大概才凉快的 他一两个小时就自动停下来了 不是车上的空调自动停 就是发电机停 所以就是你会花很长时间在纠结这件事情 否则你就能受高温 这辆是 他当时这个新加坡客人住了以后 去年来环顾的 他在雷路正门住了个仓库 放了这发电机啊这些东西 那你来看看 你看到这个车子 这火轮机 我是单独另外要收清洁费的 你看这火轮机的灰尘 对 因为视频上 这个火轮机的车子是这样 其实他是有经验 他还买了两个仓式空调 还买了个发电机 其实我原来打算 带一个外界的移动式空调 因为我是想到 万一到房车空调不正常运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外界的空调冷气来 因为没冷气那里真的是受不了的 火轮机到第一天 它的发动机就不工作了 为什么发电机就不工作了 因为这里面没电的 你唯一的电 只能通过自己自带的发电机带去 对 所以你整个火轮机网上抽出 周围全部都发电机 那很多艺术街灯光彩车都是 所以我突然想到 火轮机的前一个月或许 两个月 我们说上面的发电机的销售量 肯定是直线这样的 很想知道这个火轮机到底是什么 它里面主要就是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的一个展示 行为艺术就是很倡议 但有些人通说 有些人通说的讲里面都是 有些神经病去的人 对 里面国政会要照顾 你想怎么倡议就怎么倡议 没人来管理 这里面没人管理 也没人来批评你 大家就是包容性 而且能相互之间 你去了就感受相当客气的 相当友好 我前两年去的时候 有一年我出来的时候 曾经我连续待了七天 人的还是会受到点感染的 出来看到人就是很跟人家很nice 就是打招呼啊 帮人家做的 因为里面你如果生活上任何有问题 任何一个人都会很主动 很相当相当主动会来帮你的 就是白天你们都是干嘛 都是在房车里面待的 房车嘛 有些人就是睡觉 因为白天空调的 有些人都在外面玩 但最冷暖当然是晚上 你说带了两个25加轮的 那个排屋的东西 那如果排到那个东西里面之后 然后你就叫那个 他们来车过来 抽走 抽走 以前我们排一辆车是200块钱 一次 一次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排屋加水 买冰 还是有的 就是这唯一它里面需要支付钱的 都是 cash 都是钱的 对对对 但是就是都比较贵 是不是如果加一次冰的话 那是不是很贵 不想到冰好像不贵 因为我问了一下大概20块钱 两大包吧 但是排队排的很长很长 排队 大家推个小车子去买冰 因为大多数车子它没水嘛 冰也是个房子 那我们去的时候带着很多东西 所以我给附近的车一轮送了两包冰的 其实我当时的水器也很想分享给旁边的房车用的 但是因为我们借的那个东西不那么合理 我进去的时候 我隔壁那个车就告诉我 他也是Class A来的 他说他已经没水了 这里面水 以前我们开玩笑 你去里面洗水 虽然房车有水有水箱 我们说洗澡 不是说可以洗澡 就是当时是规定的 就是我们说开个玩笑 只能洗重点部分 重点部分 对 两分钟你就结束的 就是因为大家有房车的人都知道 水箱的水有限 你要考虑到粗振水 那你要里面带 有些人从路到备去 差不多要8天时间的 那你要考虑到里面的一个饮用水 所以其实你要想好的 对 然后我其实看了一下YouTube 就是关于火人节的 那我在里面看到说 在里面没有现金交易 没有钱的交易 全部都是别人赠送的 对的 就是你先带上你想要赠送的东西 然后到那边之后 然后你就分享给别人 然后别人也分享给你 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完全的 没人会给你要钱 有一次我嘴巴很干 其中一个人就是他带了一桶Oringes 那放给我 他可以放给你 不是你背给他 他给你放给你 他会拿一张纸巾把背给你擦干净 再放给你 因为背子做沙场嘛 这里面这些都是无常的 你有任何东西 如果你在做披萨 你路过你要吃 他们会马上给你的 就多久去 你只能加入公司那边再喝酒 你过去他马上会给你喝酒 哦 全部都是这个里面的人就是 就分享 但是我还看到就是火人节 里面的规则就是no judgment 就是judgment free 就是没人可以评论你的行为 所以说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不穿衣服 有里面大多数好像网上的照片 当然这个视觉上比较冲击了 有漫多楼梯 但其实也没那么多 里面我们进去的第一 当天就大概有100多的同性恋 全部裸体的 美国的同性恋 他生怕了你不知道他是同性恋 他有些传 所以你拍他照片他他很开心 他们我们在我们的镜头下 视频他很大方 两个人用爆海相亡抚摸 里面其实很热 有些人就也看过了大家都习惯了 你去拍照片 当然跟他打个招呼 他也有人家其实有一个俗话 就里面的事情 火人机的事情 留在里面 那里面其实也有一些 像我们我们是都在8F 他是像他的地图有点像纽约 他就是时间嘛 就一半就几点几点 中间就是ABCD这样横过来的 我们隔壁一条街区间就是有 不用去一个人进去 但你可以带女朋友 但你不可以去拍照片的 就是你可以观摩 但你不能去评论人家 你这个不好啊怎么样 你可以去看 有个营地在另外一个2点多钟的时间 他有一种泡沫月的 就全部涂光再不泡沫月 我当时看我们的水不是用不完嘛 我当时开玩笑就是 所以我也想给人家洗澡 但因为有要求的 你必须路上点才能给人家洗澡 有些女士走过去 他们有些人根本不穿上衣的 那既然如果他是这样 就是比较开放的这样一个场所 那这个小孩子不适合去吧 但是我看到有小孩子 那这就除去你的家长 有些地方是不带他过去 你不带他过去也不 那你在外面碰到 不管白天还跑出去 看到楼梯是常有的 是常有的 常有的 当然也 是以为常 每天的活动 就用我说 那我们进去的那天 最后碰到是同性恋 那么其中一天 全部女性全部 暴露的 就是全部都是这样对吧 两样东西不可以带进去 一个是宠物 你猫什么都不可以 第二任何植物 其实每辆车进去的时候 都是严格检查的 检查会检查房车里面 房车检查的 卫生间包括箱子都打开了看的 哦 怀疑有人藏在里面的 枪也不能带 所以就是说 他火轮节是按照人头收费的 不是按照房车吗 按照人头 他进去是车子是有车票的 根据车票收费的 就小车也好 大车也好 我去地方100多块钱 辆车 这车上的人 所有的人必须要有门票 这个门票的官方当时的时候 是500多块 加了税大概600多块钱 所以说车也要票 但是里面的人也要票 所以你这一车 五个人的话 就要 每个人要500 对我们其中有两个人 买到价钱比较高的 他油断的时间 价钱最高的时候 买到2000多块钱 但是后来在零出发的时候 价钱跌下来了 今年情况 疫情还是受影响的 就是其实火轮街全世界各地都有的 像我们朋友的有摩洛哥有新加坡 世界各地都有人来的 火轮街已经成为世界上十大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极乐之一了 值得体验的 这些挑战下也不错的 我们出门的时候 就是门口都有收垃圾 其实他带动了周围小城市的商机来的 旁边有人收垃圾 5块钱一袋小垃圾 也有收自行车 15块钱 他把你自行车 很多自行车都不要了 都不要了 很多人从国外的这些东西封杀 他不要了 车相当赛车的 进门的时候排队 都要排五六个小时的 我们出门的时候 五个卖 排了六个多小时 门的时候排六个多小时 对 他因为 而且我们因为我是有经验 是算号时间半夜进去的 就差不多半夜两点钟进去 半夜进去的时候还是排队 你大白天有些人 他很急啊弄啊 他从飞机下来 恨不得三五进去 就是傍晚的时候 进去可以玩了 但其实你傍晚这个时候 你到了真正营地 自己所持的位置 其实是后半夜才能到的 里面排队六七个小时 是一个正常现象 不管你进去还是出来 大家都说门票很贵 就逛这一场礼拜六少人 正礼其境的话 你这张门票也值了 我们就说到这个就是租房车的问题 就是说火人节租房车很难租 有经验的人都提前半年一年甚至都租房车了 你临时来租房车是租不到 特别是我们因为火人节大城市 我们湾区是最近的 所以我们湾区的火人节是房车没有的 那么你在火人节方面 就最近到一个城市叫雷� 对吧 那边很多火人节有关的东西 像帐篷啊睡队啊 那附近非你一个城市 那边连水都买不到的 就没有水的 你一定要在水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已经把这些都整备好了 你不要想到我到雷鲁就去家这些东西 对吧 那边很多火人节有关的东西 像帐篷啊 睡队啊 那附近非你一个城市 那边连水都买不到的 就没有水的 你一定要在水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 是我们在家里已经把这些都整备好了 就你不要想到 我到雷鲁就去家这些东西 通往就说 每到什么比较大的节日的时候 总有人问我说 哪里去租房车 是吧 然后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 一个就是火人节 就是房子很难租 很多人问我 然后另外一个是 就是洛杉矶的 Kochilla Kochilla 那个音乐节 然后很多人问我 哪里租房车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Las Vegas的电影节 对 所以这两个节度我都参加过 这些出租的房车 火人节是最难租的 这个房车 你就是你一定 如果你要拿到一个好的价钱 自己都要在半年之前出租的 我这个车子 新加坡客人在半年之前出租的 新加坡客人半年前就定了 定了 而且我数字在这个价钱 平时我们这个就是平时的价钱的两倍 平时我们代表400块钱 我现在可能租1000块钱给他 所以他在这个火人节 一共是租了8天 他的租车费就是一万两千块钱 这个火人节是高消费 火人节一张门票就是500块钱 对对对 对吧 而且很多人都买了是一种 像他是买了1500块钱买的 一张一张 他是这样一个是平价票 我们通俗的家是平价票 就是这个要登机抢票很麻烦 要花时间 500多个有些人不想麻烦了 就像我因为他时间太紧张了 就不如说他有个高价票的 就保证你拿到票是1500多块钱 那么高价票买到的时候 到紧张的时候 有些人为了这个票价占钱 他就会2000多块钱买出去 再加500块钱 所以说火人节不是一个低消费 是高消费 当然有些人我这边有很多90后的人 有些留学生 他们也要去 他们愿意其他的钱省下来 就他们当了自己的调侃 一个月不吃饭了 就要去火人节 但他们确实是这么干的 把其他的省事要去火人节 但是如果你不租车的话 那可以省下就是很大一笔费用 是不是 如果你就开自己的车的话 对 你如果开自己小车 小车是 我觉得小车开进去 那你真的是坚持不到8天的 绝对坚持不到 你能坚持3天已经不错了 我们外区好像昨天也很热 对吧 我已经有点习惯了 但是这里是没风沙 它那里热了以后 还有风沙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都是太阳头包起来的 但是你身上还是有沙的 这里面你如果矫情的话 讲究的话 千万不要去那个地方 对对对 有洁癖就算了 你门都不用进去了 对对对 今天把他想到简单的话 还是觉得没问题 我吃过口就能用 其实很多人进去了两天 就愿意出很多很高的价钱 让你把它拉出 他受不了 好 我印象很深的 去前年的有一个国内的人 他给火轮就 拉出他讲了句话 让我印象一直很少 简直是一个难民营 他一讲我回头一看 确实想难民营 因为都是灰溜溜的 都是帐篷啊 你这里面如果你没进入这个状态 确实想难民营 对 但你玩得很嗨 那里面确实到处都是整天整晚的跳舞 你不要说我怕声音 要声明 你千万想比想这件事情 就是里面你的房车旁边是一个是发电机 第二你的邻居啊 里面你不能说半夜里十点多了 能不能把音乐开轻一点 这里面不存在这件事情 就大家拼命开你想开就开 你跑到马路上去骂人 也没没人说你你神经病 对吧 就差不多是一个世外桃源的一个狂欢 你完全可以放了自己 你去火人节那几天 全部都是装备了这个Starlink在房车里面 对 我后来我是用我的朋友的Starlink 我呢 因为很高兴走的时候比较匆忙 我把那个录音忘掉了 Starlink带去了 所以我还是我自己都不能上 但我旁边的车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们的我用用他的Starlink的 但是马车是相当快 所以我在前景你不需要有电 但你知道房车这里面刚才我讲了 他常常一两个小时发电机没电了 那你就也没空了 对那所以说Starlink呢 有很多车有现在房车的owner呢 都买了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保贬不一啊 就有些人说这个反正就是在树下面 就是森林里面 就是很难有信号 或者说是网速也很慢 所以说你用的情况是这个网速比较好 我用的在火轮件里面相当好 相当好 但网速慢的话 因为特别是大家都回来的时候 可能沙城包的时候 网速是慢了 它也是跟我们平时的WiFi一样的 人都会影响网速 但这次的火轮件就很多人会带这个去的 所以因为火轮件里面 它主要的它也没有信号 除了没水没电 对对 所以听起来好像整个火轮件也在发展 就说以前没有房车 现在房车越来越多 原来更原始一点 原则原味 但不一定说原则原味一定是好的 对吧 有些人说去火轮件 并我们不是苦兴盛 对吧 别人分享说火轮件其中一个特色呢 就除了这种各种另类的这种行为艺术 还有就是说里面完全是没有网络的 对没有网络的 你不能发短信 不能打电话 也不能上网什么的 就是完全就很原始的状态 这也是一个特色 对对对对 等于说现在这个特色已经慢慢会消失 因为有start link 是的 我的概念最好是没有 你这几天你干脆与试隔绝对吧 以试隔绝对吧 谁因为人类要生成 谁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听你这个说法 好像我们这个火人节确实在见证 就是说我们有部分可以战胜自然的 可以 就是说以前没水 现在可以带很多水 然后以前没有网络 我们现在有网络 所以说整体来说 我们确实在积累这方面的资源 来做这个事情 它缺少的东西你想办法去填补它 对对对 反正上次我们见过面之后 然后你就陆续买了很多房车 然后开了一个就是房车的租赁公司 所以你现在一共几台房车 一共六辆房车 六辆房车 这里有三辆 还有一辆你说在阎湖城 阎湖城 阿拉斯加 我身边也蛮多了房车 他们可能有时候大多自己休闲会问我 这个驻车生意好做不好做 其实我当时超出我的想象 房车生意相当不好做 因为房车你也经历过很多房车 对吧 因为房车本身会产生很多问题 对 不是这个这个开股房车的人都知道 你哪怕买最贵的 有个人买了三车 他也有很多问题啊 为了住房车的人 从我现在的概率算起 有80%的人 是没有房车的 对 他就向来助你 花钱来到你这里来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所以你很容易给他弄坏 第三 他也不是自己的车 总没那么自己车 所以你到你这辆车 考虑出租出去 你一定要整个进去 千商百款 千商百款 这是我太有感受了 就是我本来想扩大 再买个神辆房车来的 形成一个比较小心的车队 我现在已经打算把几辆房车卖了 就不想出租房车了 我觉得我可以被这个活活搞死的 就不想继续做这个房车出租了 做房车 我宁可做小车 因为他只是一个小问题 这房车里面牵的不仅仅是一个车子机械的问题 还有车子本身很多 这是一个流动家嘛 牵到很多问题的 好的 那你三辆房车或者你说都六辆房车都要卖掉吗 可能会留两辆下 所以32的A型 然后就是30的那个C型 然后还有个拖挂房车也是30多池 对 你那个 三五零零 奔驰那三五零零还在 这个还做 我不但这还要再卖几辆 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个车特别好做 那就是我的明星出租 这辆车是最好做 365天大概300天都出租 这个车少嘛 嗯 因为现在大家 我在平台上的评价都是很好的 嗯 好的 结婚啊 我就把你的微信联系方式放在这个视频下方 然后有人想要买车啊 或者想要去哪里这个请你做房车导游啊 都来找你 嗯